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这段时间你过得好吗 我求主示恩 我们在讲到耶稣责备法律塞人 其实我每一次读到这一堆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有一些感觉 一方面我觉得它好像一面镜子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也为所谓的文士和法律塞人 为他们感恩 因为耶稣责备他们 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没有放过他们 耶稣没有认评他们 其实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也常常被神管教 然后扣扣完你老毛病又来了 但是他管教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个恩典表示我有爸爸 我是有爸爸的 而且我爸爸是管我的 我爸爸不是任凭我的 我爸爸不是把我丢到 我懒得理你不想跟你讲话 不是 他盯着我 我也奉主的名祝福你 这一位爱我们的主 他盯着你 他盯着你 不只是祝福你 恩待你 供应你的需要 盯着你 也希望你的生命不断地被改变 被更新 他对你对我都是这样 因为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法律塞人 神怎么样责备他们呢 前面讲到说他们假的 他们看起来很圣洁 很棒 其实是假的 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长期活在假 我都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自己 我就不会真的想改 我都不愿意真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我就不会真的想改 而接下来呢 神责备法律塞人 责备他们什么 主对他们说 他说你们不但自己不改 自己活在那样的问题里面 而且还伤害到周围的人 我读给你听 他说你们就正当这个人要 你们站在那个天国的门口 但是呢 你们把天国的门关起来 你们自己不进去 别人要进去 你也影响别人 不让他们进去 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 这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圣经里面有一个极美的福 那个福是什么 就是使别人得福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 不只是我自己在一个福气里面 而且福被满意 使别人得福 这是我一生最羡慕的一个光景 就是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最大的祝福 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福里面去 但是也有一个最悲哀的一件事情 是拦阻别人得福 进到天国里面 神的国里 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我们一生基督徒传福音 就是让别人领受这个祝福 可以进到这个最大的福里面 但是法利赛人被责备说 他们站在天国的门口 自己不进去 还挡在那里拦阻别人 使别人也不能够进去 最美的恩典是使别人得福 最悲哀的 一个最深的一个错误 一个罪 恐怕就是拦阻别人得福 求主神恩待 恩待我的生命 对我的周围人是有影响的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们的生命对周围的人 都会有影响 但是但愿我们给周围人的影响 是使他们得福 而不是拦阻他们 进到祝福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